我们这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为大家提供理解中国基层治理的底层框架和系统思维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聂合华 一个犀利幽默的经济学教授 今天介绍基层中国的运行逻辑系列课程的第20讲 主题是 乡镇年轻公园的出路在哪里 我们这本课程的主题是基层治理 为了分析基层治理 我在第一讲从国家治理的高度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今天是最后一讲 我们又回到了乡镇 这个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区画 其实在宏大的愿景最终都要具象到基层 在伟大的破话最终都要落实到基层 因此基层才是中国的底色 才是洞悉国家治理的密码 正因为基层非常重要 所以国家高度重视基层治理经验 这几年不管是国家公务员考试 还是省级公务员考试 很多职位都要求报考人员具有一定的基层工作经历 通常是两年以上 因此如果你想在体制内为人民服务 想考工上岸 即便是把目标职位锁定中央或省级部门 也需要了解基层情况 很可能也要到基层服务 让更多年轻人理解一个真实的基层中国 这就是这部课程 基层中国的运行逻辑的初心之一 这些年我和我的团队多次到乡镇和农村调研 从东北边陲到青藏高原 从巴蜀盆地到茫茫大漠 我们看到的乡镇公务员大部分都非常年轻 文字彬彬 言语得体 学历不低 说实话 这个我小时候在农村接触过的土巴路干部 完全不土 毕竟时代进步了 然而我们也发现 乡镇的年轻公务员们 既充满希望又带着迷茫 既充满干劲又陷入困境 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从西瑞的小镇做地下 变成今天的小镇公务员 以后可能成为高级领导人 他们的状态值得我们关注 他们的前程关乎基层的前途 因此 今天叶老师就来谈谈 乡镇年轻公务员的那些事 今天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在第一部分 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乡镇公务员 国家公务员考试 和省级公务员考试有什么不同 省级公务员考试中的乡镇公务员 又和其他公务员的考试要求有什么不同 在第二部分 我想从近身困境 压力困境 和家庭困境这三个方面 谈谈乡镇年轻公务员的三重困境 听听他们的心声 摇摇他们的困惑 想想破解之道 一 乡镇公务员考试有什么不一样 很多人以为 在乡镇党委和政府工作人 都是国家公务员 都是体制的铁饭碗 这其实是一种误寂 为了让大家对乡镇工作人员的构成 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我这里提供一个 位于河北省的某乡镇案例 请看下图 Y镇机关目前在港工作人员 共118人 其中公务员48人 占总人数的40.7% 事业边41人 占34.7% 人事代理人员18人 占15.3% 临时人员5人 占4.2% 其他人员 例如劳务派遣 三支一幅工作人员 或大学生冲冠 就业保障局招聘的 剑骑港 实习港人员 6人占5.1% 其实人事代理 临时人员和其他人员 可以合称临时外聘人员 都属于没有编制的岗位 简单的说 一个乡镇机关 主要包括三种人 一是公务员 行政边 二是事业边 三是外聘人员 为了避免样物偏差 我们还收集了 其他地方的乡镇工作人员 统计数据 发现乡镇的这三个人员 比例各在三分之一左右 而且行政边和事业边的比例 差不多 差异大的 二主要是临时外聘人员 我们这里说的乡镇公务员 是指有行政编制 工作关系隶属乡镇的公务员 他们的来源的主要是两个 一是参加省级公务员考试后 入院的公务员 这是主要部分 二是选调生 包括中央部位的选调生 和省级选调生 他们都要在乡镇锻炼两年 注意 县里垂直管理部门 派驻乡镇的干部 例如县市场监管局 驻乡镇市场监督管理所 税务局驻乡镇分局 以及公安派出所的公务员 都不属于我们说的乡镇公务员 因此 乡镇公务员主要是 通过省级公务员考试产生 说到公务员考试 就有必要介绍一下 省级公务员考试 简称省考 和国家公务员考试 简称国考的差异 我们可以把两者的差异 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请看下表 一 工作去向不同 国考的全程是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关 录用公务员考试 由中组部牵头 国家公务员组织 这里说的中央机关是广义的 包括中共中央 中央政府 全国人大 全国性群团组织 以及其他参照公务员管理的 事业单位 及其在全国各地的直属单位 例如厦门海关 属于中国海关的直属机构 其工作人员并非地方公务员 因此 不要以为通过了国考 就一定是在北京工作 报名时 一定要看清楚 国考职位前面的地名 也别以为在厦门当公务员 就必须通过福建省的公务员考试 省考是各省公务员局 组织的省级公务员考试 工作去向是本省的省市县乡四级机关 二 早考对象不同 国考属于全国性的考试 这里说的全国性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考生来源是全国性的 不限地域 二是工作地点是全国性的 省考属于地方性考试 多数情况下 全国各地的考生都可以报名 但是有一部分职位 因为工作需要或者岗位性质 会有户籍上的限制 例如一些审考招录检查上 会注明县本县户籍或声援报考 需在本市监护边远地区 县乡机关最低服务五年 这句话不仅限制了报考对象 而且限制了工作去向 我查了一些审分的审考 发现有户籍限制的 主要是县乡公务员岗位 大概在全省总岗位数的5% 有了户籍限制 山东考工大军 想很少江浙户席卷全中国 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 三考试时间不同 每年都是国考在前 审考在后 背后的逻辑是国家先选材 然后才是地方选材 避免时间冲突 国考报名时间的一般是每年的十月 考试时间一般在每年的十月的 第四个周末 或者每年十二月的第一个周末 各地审考的时间不太一致 大部分省份集中在三到五月 少部分省份在下半年考试 还有少部分省份一年组织两次考试 四考试难度不同 国考和省考都包括笔试和面试 笔试都是两个公务科目 行政职业能力测试 深论 此外部分岗位还有专业笔试 总体上因为国考试面向全国考试 岗位层次高 录取的人又少 因此竞争更加激烈 前面第十八讲 该不该考公务原理 我提到了2023年国考竞争最激烈的一个岗位 青海省许麻来县活税局的一级行政执法养岗位 考路比竟然高达6002比1 相对而言 审考遭入人数更多 又有户籍和地域限制 因此竞争程度相对更弱 反映在考试内容上 为了提高区分度 国考的题量更大 字数要求更多 了解了国考和审考的差异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 在审考中 乡镇公务员和其他公务员的考试要求有什么不同 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考取乡镇公务员 为了进行量化比较 我以中部某省2023年审考为例 做了一个表格 请看下表 该省公务员的招路职位分为五个层次 省级 省级垂管单位 地级市 官方的叫社区市 因为少数市属于副省级 县区和乡镇 乡镇公务员的考试要求 在以下五个方面和省内其他公务员不同 一 从招路人数上看 乡镇招路人数较多 比如上表显示 中部某省2023年总共招路6827人 其中县区和乡镇分别招路2612人和2278人 大致来说 省市两级招路不到三分之一 县区招路超过三分之一 乡镇招路约为三分之一 因此乡镇公务员的考试难度相对较低 竞争相对不激烈 二 从政治面貌上看 省级市级和县区级公务员的职务 几乎都要求中共党员才能报考 只有极少数不做要求 而乡镇公务员和省级垂管单位的公务员 几乎没有要求 必须是党员才能报考 三 从学历要想看 省级公务员的报名要求最高 一半左右要求硕士 另一半要求本科 其次是地级市 要求最低的是乡镇公务员 大约三分之一的乡镇公务员岗位 只要求最低学历是大专 没有对硕士学历的最低要求 四 从年龄上看 省级垂管单位要求最严格 大部分要求30多岁以下 而乡镇公务员岗位对年龄要求最低 绝大部分岗位要求35岁以下 甚至还有6%的岗位要求40岁以下 五 从考试科目上看 市级和县区级公务员职位要求较高 有20%左右的职位要求加士第三科 而乡镇公务员职位很少需要加士 从具体岗位上看 乡镇公务员招落的岗位包括 乡镇机关 中和岗 文明岗 会计岗 计算机岗 新闻岗 旅游岗 财经岗 环境保护 行政管理岗 规划岗 住村岗等等 其中和岗人数最多 又包括三类 主要从事机关综合业务 中和协调等工作 主要从事工程管理 建筑 规划等工作 主要从事中和执法等工作 此外 乡镇公务员还有特殊通道 有一部分职位 专门面向 优秀村干部 社区干部 大学生冲官 退役士兵 三支一辅工作人员 特岗教师等定向着陆 总之 审考着陆的乡镇公务员职位 素养多 政治面貌限制少 学历要求低 年龄最宽松 考试科目少 大家有没有觉得捡到了宝 且慢高兴 大家还记得我在第九讲 城市基层岗位很清闲吗 里面提到了 天下没有完美的岗位吗 在那期节目里 乡镇岗位属于竞争少 实惠少 压力大的类型 而且为了防止一些人 利用乡镇公务员岗位 作为跳板 进行体制内套利 2014年中午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强乡镇干部 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 规定 乡镇公务员 必须在乡镇最少干完五年 期间上级机关 一般不得戒掉和选掉 五年服务期 时间比较长 压力比较大 杂实比较多 这就产生了下面我要讲的 三重困境问题 二 如何破解乡镇公务员的三重困境 在我们团队的多次基层调研中 很多乡镇年轻公务员都很焦虑 纷纷向我们吐槽 基层工作不好干 个人前途比较渺茫 归纳起来 乡镇年轻公务员面临的挑战 主要是三重困境 近身困境 压力困境 和家庭困境 下面我逐一分析这些困境 同时也利用我了解的信息和知识 尽力适宜解惑 希望能让大家安心工作 一是近身困境 很多人抱怨 乡镇公务员起点低 近身慢 职业天花板太矮 追求近身是多数公务员的主要动力 因此 这也是乡镇年轻公务员面临的最大困境 在第十九讲 什么是最适合你的岗位里 我提到了快速兴生的两个关键因素 起点高 和岗位轮换频率高 而且较高的平台 才有更快的轮换频率 然而乡镇已经是中国5G行政体中的最低级 这就决定了 乡镇年轻公务员的起点最低 因为起点低 所以进一步导致岗位轮换机会少 最终只能归宿进身 一个被经常提到的例子是 对绝大多数乡镇年轻公务员来说 镇科级就是他们的天花板 相比之下 如果大学生一毕业就进入中央部委 或者省级机关 有很大的概率会成为亲戚的干部 很多人认为这不公平 你觉得呢 上述观点涉及两个问题 一是客观事实 二是左观公平 我们就先说事实吧 真相是由事实构成的 但不完整的事实 可能离真相更远 在盲人摸象的故事中 摸到大象鼻子 和摸到大象尾巴的人 加起来并不就比 只摸到大象鼻子 或者只摸到大象尾巴的人 更聪明 因为鼻子和尾巴加起来 不仅不是一头完整的大象 反而成了四不像 客观事实一 乡镇公园的起点低 但首次进身并不慢 影响一个人进身的因素很多 年龄 学历 能力 关系都非常重要 但大家往往忽视了环境因素 就是所在单位的领导指数限制 领导指数跟普通干部 科员的数量成正比 一般来说 县区指数机构的科技领导指数 合定为一阵二负 比如说县林业局只能设一个局长 正科级 两个副局长副科级 只能比较单一或编制较少的科技单位 合定为一阵一阵 极少数任务较重 编制较多的或加挂牌子的单位 可以合定为一阵三负 同样是科技单位 一个乡镇因为公务员编制多 所以领导指数比较多 首先正科技就是三个 乡镇党委书记 乡镇长和人大主席 其次党委委员也就是班子成员 还有七个 如果加上不是党委委员的 副乡镇长 人大副主席 除去兼职 那么一个乡镇的副科技以上领导 可能有12个左右 大的乡镇可能有15个左右 因此虽然县区公园的起点 比乡镇公园更高 但因为领导指数少 晋升并不一定快 相反 这几年乡镇大量招聘公务员 导致非领导职务 分母多 因此年轻人进入乡镇后的第一步 即从科员升到副科技干部 一般是副乡镇长 其实比县区公务员更快 前面说的是通过审考 进入乡镇的普通公务员 如果是中央或省里的雪吊升 那么他们的晋升通道 就完全不受乡镇的影响 他们的组织关系 本来也不在乡镇 来乡镇工作两年 只是历练 两年之后他们要调回中央或者省里 只要干得不错 以后的前途不会比普通公务员差 以后有时间 我们再来讨论选调生的问题 客观事实二 乡镇公务员的流动性较强 出路并不算差 出了起点 决定晋升速度的另一个因素是 岗位轮换频率 即流动性 我们用数据说话 来看看乡镇公务员的流动性和出路吧 这里有一篇硕士论文 详细分析的北方某县乡镇公务员的流动情况 2011到2021年 该县通过省市县乡四级联口模式 总共招落了乡镇公务员319人 他们的概况楼下 男女比例比较平衡 多数是25到35岁 本科学历最多 还有大约三分之一是研究生 四分之一是副科级以上干部职务 将近一半是本县人 这些统计特征 跟我们在乡镇教员的情况基本符合 接下来看流动性 过去10年遭落的319名乡镇公务员中 截至2021年 有120人离开了原路用乡镇 流动比例大约是38% 但更有参考意义的是 2014年后 实行5年最低服务年限规定之后的情况 大家从下表可以看出 2014年之后 乡镇公务员的流动性逐渐降低 逐步稳定在20%左右 这个比例与我们聊聊的广东 浙江等发达地区的 乡镇公务员流动比例比较接近 那么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流动的呢 主要是临选 调离 借调和辞职 如下图所示 流动的120名乡镇公务员中 比例最高的是通过临选离开 共65人 占流动人数的54.17% 其次是借调有25人 比例超过20% 再次是调离有23人 比例接近20% 剩下的大约6%是辞职离开 最后呢 大家最关心的是 流动的乡镇公务员去了哪里 如下图所示 去市值机关的最多有68人 比例为56.67% 其次是去本县县值单位 有29人 比例为24.17% 再次是到市值以上机关 有16人 比例为13.33% 剩下的7人是辞职 上面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什么事实呢 乡镇公务员的流动性其实非常高 大家想想看 县市以上行政机关 大学 医院和国有企业 有几个单位的流动性能达到20% 结合前面的客观事实一 可以比较确定的说 乡镇年轻公务员的起点确实低 而且有5年服务期 但是留在本乡镇的人 5年内基本上都能够晋升 而流出的人 则在县市及其以上机关 找到了更广阔的舞台 说完了客观事实 然后说主观公平 从结果上看 中央部委或省级机关的公务员 退休时多半能获得正书级以上代言 而乡镇公务员退休时 多半只能获得正科技代言 但这是否意味着不公平呢 公平不是结果一样 而是在能力和努力 差不多的情况下 最终结果差不多 公务员考试毫比高考 如果考上普通本科高校的毕业生 和考上985高校的毕业生 毕业后的待遇差不多 那么谁还努力去考985大学呢 如果你觉得985大学的文凭含金量更高 那么理性的做法 不是去抱怨结果不一样 而是努力学习 争取考高分 选好大学 何况乡镇公务员在服务5年之后 一样有机会继续参加中央 以及各省组织的公开临选或公开选调 临选是专门从在职公务员队伍中 选拔优秀人才到中央 省级或市级机关工作的公开考试 二是压力困境 很多人将乡镇工作 与县城机关工作进行对比 认为机关工作都是在室内上班 上班时间比较有规律 周末能正常休息 而乡镇工作要经常下乡 拔山涉水 风吹日晒 上班时间不规律 加班时间不确保 经常是5加2 白加黑 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的情况是 总体上乡镇工作比多数县城机关要辛苦一些 但这种辛苦往往是阶段性的 比如在服务工艇阶段 的确有很多乡镇公务员成天要往村里跑 但网上的说法有些夸张 有些是把大学生村官 社区的工作内容 和乡镇公务员的工作内容混在一起 还有一些是选择性对比 从工作压力上说 其实乡镇公务员的日常工作 和大多数县城公务员并没有本质差异 乡镇中和港的工作 基本上就是饰养 撰写材料 开会协调 党建工作 和服务群众 一个山南长跟我说 这些常规性工作 正常考上大学的人都能搞定 至于一些专业技术港 比如税务专员港 市场监督港 和基层司法港 要经常跑到企业和群众家里去 的确非常辛苦 但这些港会属于县政府下属各局 在乡镇的分支机构 及垂直管理部门 并不属于我们说的乡镇公务员 其实乡镇公务员 基本上到点就下班 周末也很少加班 因为街上的市民 和村里的农民 并没有晚上去政府办事的习惯 即便有事 也是行政村 和社区的工作人员 挺在第一线 再说了 乡镇领导几乎都住在县城 领导经常加班的话 住哪啊 要说加班 最严重的应该是县委县政府机关 和一些核心部门 特别是两办和组织部 那里五加二 白加黑是标配 加班是常态 不加班是变态 我知道大家都很羡慕 在国家中枢机关工作 因为那里是国家这里的核心机关 那我就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吧 我有一个同事曾经被借调到海里工作 在那里工作了一周 然后遇到了大领导 大领导关心的问 在这里加班还习惯吧 几天回一次家 我同事小心的回答 这个星期回来一次家 大领导说 哦那还不错 这里很多同事 一个月才回一次家呢 借调论务完成后 我同事多一天都不肯留下 因为太累了 你看 泉里就像一座围城 城外的人挤破了头 所有都想进去 而城里的人却想到出来 三是家庭困境 很多人抱怨乡镇工作通信成本高 没时间监督子女的学习情况 而且乡镇优质教育资源少 不如城市的教育资源那么丰富 这个基本上是事实 这些年 优质的教育资源不断向虚线集中 农村中学面临县城中学的压倒性优势 因此 优质生源不断流失 这对农村中学来说 的确不太公平 不过 很多乡镇公园的子女 和当地居民及农民的子女一样 能去县城中学的都去了 带孩子的乡镇公园 基本上也都住在县城 这一点 他们和县城公园没有差别 我提供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查研究 为了分析大学生的家庭背景 一个硕制生 在湖南省梁所985大学 就是湖南大学和中南大学 面向2017期新生的 发放了570份调查文件 回收了534份有效文件 从大学生父亲的职业背景来看 专业技术人员 主要是教师和医生的比例最高 为14.98% 其次是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 主要是公务员 为13.48% 母亲的职业背景相对更弱 比例最高的也是专业技术人员 但次高的是城市无业或办事业人员 第三高的是农业劳动者 也就是农民 第四高的是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 把父母双方的职业背景 结合起来考虑 我们基本上可以推断 父母是教师或者乡镇公务员的家庭 子女考上985大学的概率最高 为什么我这里推断 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主要是乡镇公务员呢 因为只有在乡镇当公务员的男性 其妻子才最有可能是城市失业人员或农民 四县公务员的妻子不太可能 省领公务员更不可能 不得不说论考大学还是小镇做的一家厉害 我觉得这个结论太重要了 请问各位同学 这符合你们身边的样本吗 其实不管是晋升困境 还是压力困境和家庭困境 归根结底都是一种心态困境 心态好 才是真的好 如何保持好的心态呢 第一 不要给自己设定太高的目标 毕竟运气也很重要 作为公务员 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围观一任 照付一方 不要总是想到多少岁之前要上正科级 多少岁之前要上正处级 那只是一厢情愿 只要自己尽力了 问心无愧了 其余的就交给命运吧 第二 要相信机会还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我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乡镇的真实故事 有一次 某个省委书记到乡镇视察 随口问来一些细节问题 陪同的县委书记不太清楚 在场的镇长却回答得非常清楚 从而给省委书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之后 镇长很快就提拨为镇党委书记 然后担任县委常委 县委副书记 下一步就是担任区长或县长 你看 平时多学习 勤思考 多汇报 关键时刻 命运很可能会垂青于你 最后不要盲目攀比 人们总是条款说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然后聂老师想告诉大家 盲目的对比 伤害性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我们都是凡夫俗子 如果非要跟王安石张居正 这样的官场顶流相比 那不是自不量力 自取其辱吗 中国大约有七百万公务员 其中县处级干部 大约六十万 只占总数的百分之八点六 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清局级干部 大约四万人 只有千分之六 省部级干部 大约五千人 只有万分之七 乡镇公务员只要不犯错 一般都能在退休时 当上市级调研 相当于副出去干部 说实话 这已经是人中荣凤了 最后呢 给大家留到讨论题 乡镇和街道 这些基层单位 是国家治理的前线 在经济发展和安全稳定方面 面临的矛盾最为突出 从理论上讲 需要能力很强的公务员 但事实上 长期留下来的公务员 通常不是能力很强的 这从公务员考试 报名的学历要求上 就可以看出 这一点特别类似于 法院系统 基层法院跟群众打交到最多 按说应该是水平最高的 法官挺在前面 这种治理负担 和官员能力的倒挂 产生了很多问题 例如多年的上访问题 请问 你有什么办法 减少这种倒挂现象 期待大家的分享 我们留言区见